1月29日 医学期刊《新英格兰》杂志 刊登了题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在中国武汉的初期传播动力学》的研究报告 作者来自中国十多个省市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包括北京 湖北武汉 湖北荆州 四川成都 湖南长沙的疾控中心等 报告追踪了武汉最早的425例确诊病患 如图所示 深橘色代表病例与华南海鲜市场相关 浅橘色代表与华南市场无关 在今年1月1号前发病的病例中 55%与该市场有关 而此后只有8.6%的病患与该市场有关 平均的潜伏期为5.2天 每个感染者平均会再传染2.2人 报告指出 有证据表明 自去年12月中旬以来 人际传播已在密切接触者之间发生 并在此后的一个月内逐渐扩散 中共疾控中心系统的专家 在大一面前不管民间疾苦 只管埋头发论文 是非常奇怪的现象 他们虽然不掌握信息的发布权 但他们过去一个多月以来保持沉默 等于帮助当局严密地封锁这些致命的信息 这份报告还显示 1月1号到11号期间 武汉已有7名医务人员感染 1月12号到22号期间 又有8名医务人员感染 但是回顾武汉市卫健委1月13号的通告 仍宣称密切接触者中没有发现相关病例 并且没有通报医务人员感染 外界质疑 中共已有2003年瞒报SARS 导致疫情扩散的前车之间 为何这次重蹈覆辙 另外自疫情爆发以来 中国多支科研团队已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 发表了至少7篇疫情相关的论文 其中多名专家来自中共官方的各级疾控中心 但是论文中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重要信息 之前并未向大陆民众公开 新唐记者林兰纽约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